大家好,我是五仔 今天講一個TVB藝人 這件事他授權給我說的 他這些人真是慘的 其實這件事看到他Facebook發佈了一張TVB藝人合集的照片 當中有他的嘴巴在那裡 我都笑一笑,這些東西又被人拿來做新聞,真是慘 他自己本人是笑了一側 他又說不介意那些 他自己這樣說,笑了一側,剪剪片 收到朋友傳出TVB的演員圖 居然看到自己的樣子 他就說我不怪大家錯愕,連我自己都拗頭 為免資訊混亂,一氣過篤破單流料 就說小弟並非新加盟的成員 他說這個擺明是兩年前旅遊節目遺留下來的產物 剛剛碰上電視台網頁更新,然後笑料就此達成 他說可能我的樣子太普通,職員放進去也不覺眼 他說anyway,暫時只打算在YouTube獨立創作 他說世界解封之後還希望再次展開他的旅程 他自己最希望就是拍這個旅行的影片 這個就是明仔 他早前都有跟我去聊聊天 其實我很明白他 可能有些人聽到這裡就會評擊他 或者我上次在我個人的Facebook 有些人我Block了 有些人我Block了 我告訴你,其實明仔很慘 你肯聽我講,其實他整件事是很難無辜的 為什麼我說Block了某些人呢? 其實就是反映著某些人 不知頭不知路跟你又三不識七 他就會重提別人的不好的事情 但那件事他是不清楚的 譬如我上次鋪了一張和他吃飯的相片 然後有幾個人進來就說 第一個就說 我都想捐一萬零一元 這些擺明是口癢 好了 有一個就說 我還記得一元 總之用一元來攻擊他 這個我也可能會講一點 為什麼大家這麼討厭他呢? 然後他其實跟我說過 以他講給我聽的版本 其實他真的是無辜的 我一開始有講過一件事 我自己猜的 那一元我說 就算是白金金就怎麼樣 社會運動真的有人犧牲了 什麼什麼什麼 我說了一堆這樣的事情 當時一些網友都很接納 沒有人說 五仔說得不對 甚至說其實我們支持他的 我們看到那件事是網絡欺凌 我之前也說過 涉及一些衝出來刷的網絡藝人 說到你不按摩他就按摩我 搞得好像勢成水火 群情洶湧 為什麼要做這些選人不利己的事呢? 幸好他也有些報應了 避走了去外國 先說明 這件事其實他很多件事都無辜的 我也很清楚 譬如這一次藝園的相片 就是他當時跟那間公司做了一個節目 就是旅遊節目 他也要簽約 你做節目是一定要簽約的 這個當然 其實那個時間序是 他簽了這個電視台要做這個節目 之後才發生社會運動 而他拍了這個節目 去到社會運動的時候出街 你明明他簽這間公司的時候 他是沒有想過這個電視台 會得罪了這個香港人 這件事的先後次序是這樣 他做這件事的時候 是未發生這些事 只是那個節目去到 世成水火的時候 推了一個網絡人的節目出來 然後就糟糕了 然後那些人就不放過他了 當然他自己有一個公關災難 其實他也說過 真是很愚蠢的事 他自己拍片也說過 當然是愚蠢的 那一刻是有點離地的 事實上 我更加諒解他 因為他本身不是香港人 譬如希哥說 你約他去哪裡等 你拍個鐘樓給他 我真的拍個鐘樓給他 但我深知他不知道那個地方是哪裡 他是一個加拿大人 他不是一個本地人 他過了一段時間 他經常去了歐洲 還搞了結婚那些事情 沒有特別清楚當時香港的社會狀態 開了一個直播跟別人說那些事情 那些人當然就不斷批評他 那一刻已經是慘了 其實不只是他慘 當時很多網絡藝人 你不表態 你不發聲 你就不是手足 就是這樣 他說了自己的看法 你說是不是好 什麼呢 每個人都有他的想法 但是 你覺得他講錯話 他之後已經是捐錢出來 算是想平息一件事 誰知道搞了第二個公關災難出來 就是那一元 有些人就說 還給一元白金 我自己也說了 就算是又如何呢 就是有人犧牲了 就當是港商 有香港人又如何呢 不行嗎 這麼大聲質問人做什麼 是不是 當時我這樣說 也沒有人反對我的說法 但是我聽回他第一身的說法 其實跟一張合約有關 原因是他那時候捐錢 就要捐一個倍數的錢 但是為了約 本身那個合約是不可以被人知道 他是那個job 賺多少錢 那如果他用一個倍數 那別人猜到他就違約了 那他最後就加了一個 他認為是沒事 是不會觸犯這個法律的金額下去 其實兩元沒有人說病 那他可能是一元 就是這樣 被人遮住他 因為他那一刻 他第一次被人dislike 就說他講話不對 態度不對 他說道歉 誰知道再捐錢 再不對 兩項 他第三項 他不懂為自己去辯駁 那當時那一刻 我都沒有做講話片 那他就這樣 就算我想幫他的 我也幫不了 自己在圍內撐 但是我拍回講話片的時候 都講過這件事 我覺得他是很慘 很無辜 那這次這件事就更加無辜 無端端被人翻炒 就說是突發 就說是明仔是TVB的合約藝員 其實就不是的 真的不是的 他們那些叫做簽約合約 是做了一個節目 但事實上不算是 還有我講TVB的文化 我夠膽講 因為我裡面是做過演員 他們化妝間外面有個玻璃的blog 是告示版來的 不要說明仔 連周星馳生日 他是會貼回周星馳80年代 做閃電全真機那時候 不是的 是430穿梭機那時候的照片 周星馳年輕的照片貼在那裡 周星馳生日 公祝他 真的 劉德華如是 周潤發如是 大家做過TVB就知道 TVB這些不是特意推他出來什麼的 他們的文化是這樣的 你在這裡做過事情 你有名氣的 他就貼你出來 當然啦 你說以前當然沒所謂 周星馳 古天樂 劉德華聽說 好像其中有兩個都是欠TVB的劇集約的 還沒拍完 還有一部還沒拍 好像古天樂肯定是 那他還沒還到劇集的數 就讓他抽水 給他抽水 不是怎樣 對不對 所以其實做過電視台的都知道 巷笑龍的照片 其實在玻璃的blog上 你會看到他生日都會貼 古天樂藝園生日 那樣 TVB的文化 剛才大家聽我說過這幾樣東西 就是你生氣他 在TVB做節目 但是別人的節目簽的時候 還沒有寫好運動 他選不到什麼時候出的 你對TVB反感 但是他那個時間 要出他也沒有苦的 另外就是 那一元他不是這個意思 甚至 我自己猜的 那一元我是幫他兜的 但是原來 不是這個意思 原來是跟法律有關的 所以我覺得他很無辜 這次也是無辜 無端端被人翻炒 其實我想 不知道誰故意找這張照片出來 但是我看到在某一個討論區的IG 有一個萬多個like 也有很多人在討論 那不知道那些人 放不放過他 不過我就是覺得 為什麼他做過一次旅遊節目 然後那些人就不斷擋住他 當然有些人就說一元一元 我剛才也說了 為什麼我要block了那些網友 首先那個是我個人Facebook 要是我的朋友 我才讓你在這裡 那當然那些人不知道怎麼ad我 我當年也沒有去選過一些人ad的 我Facebook大概有五千人左右 block他們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覺得香港人很多是不乏吃花生 看人家最開心 為什麼呢 說的就是 我都想捐一萬來一元 你是不是捐呢 你捐就拿出來 就是在那裡吹水 夠說的意思 有些人經常提了一元 但是那件事你還沒搞清楚 我不明白這個社會運動 為什麼有些人 卡水 然後你說他是英雄 走去捐錢 那個你說他是 KL200 現在說到是 我覺得是很無辜的 每一個位置我都覺得他很無辜 我純粹是 知道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如果你這個解釋 你不接受沒有辦法 因為你要討一個人 是可以沒有原因的 但是我告訴你 如果你說他是藍亞紅 什麼什麼的 我覺得 他有時候說某些東西 有時候我是很中性的 就是我說我有些東西都不敢說 但是他有時候想了一些東西 我覺得如果你用顏色去想 他比我更黃 但是我今天一點都不藍 我看到沙漠男 對 所以我覺得他是無辜 所以才發聲 作為一個人 知道多少少的這些事件 不知道你們是否原諒他 不過你說那個電視台也是很討人憎的 很討人憎的 加上傳媒做新聞也是很討人憎的 就是 第二個 topic 明仔那裡 你們自己考慮一下 我覺得很多人 其實不是不原諒他 有些人都凋淡了 只不過是他現在的影片 就不是說 跟他以前的方向那麼像 就 沒有以前那麼多人看而已 如果他拍某些東西 一樣是多人看的 但是他的想法 我跟他聊天 就是說 有些社會責任 或者怎麼樣 他不想去做一些 攻擊到某些人的題目 我覺得 他是比我更加 善慮一些 是的 我反而還是有點鼓鼓滑滑的 我自己憑自己 可以說是 會在這行裡賺錢 他就不用賺錢 希望大家放過他 說到 放他上台的電視台 是黑人憎的 又找一個人扮姜濤 有些報紙就夾著做這些新聞 說到又說 相似度超過90% 有些甚至說到 吹到一面唱好 抽你媽媽的B 一面唱好 不是說 你自己說 我不覺得會是 之前那個就說 黑人憎 是醜化 但是 這個 你說是90%似 我不覺得 我真的不覺得 首先幾件事 髮型 臉型 感覺都像 感覺可以從化妝去扮 但是你說 像呢 氣質真的很不像 這個扮他那個是壞的 其實姜濤的樣子是乖的 是天淵之別 甚至可能遲些我開過 topic 有人喜歡討論 陳冠希英俊還是姜濤英俊 他們最不同的分別就是 姜濤的樣子是純一點的 而這個扮姜濤的人是壞的 是壞的 是壞的樣子 是像 身高 身材 五官可能都像 但是他氣質扮不到 你看姜濤演唱會 掛芭蕾餐場 然後哭 這是我爸爸 其實這個男生很純情 這個男生其實是我的感覺上 再看他十七歲的時候 扮那個什麼吸毒少年 那個樣子 就是有一點點 可以說是 樹 但是那時候沒有明星氣質 這些呢 你扮他那個 臂比他還高 硬碎碎 但是是不是 一致好評 我不會覺得是 你走去 模仿別人的偶像 其實TVB現在很老套 整件事 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們的藝人是不認嘲的 就像歐陽鎮華 和之前有個 那些鞋友說 人家罵我TVB 然後有些就說 我不認識人家有台ViuTV 又說不認識姜濤 不認識MIRROR 喂 你不認識 你公司的節目 怎麼會找一個藝人出來 模仿別人 是不是 難道你會模仿我嗎 會模仿個吳雄的嗎 他都認為他是紅 才用來抽水 以前沒有問題 你說娛樂插班生 因為大家的山頭文化不同 以前是你抽回 歌星的水 明星的水 電視還電視 歌星還歌星 但現在不是 電視台裡面的歌星 你都要抽人家水 代表你們電視台都認證了那個人是紅的 你還有一班霞人出來 又說不認識 又說不看 整件事很老套 而且你經常去抽人家隔壁台水 TVB那天的節目已經出名了 今天看真點之後整個城市追擊 這些不要緊 其實大家游泳跑步都是做那些事情 但是你說抽人物 那你見不見當年 無線會找一個人出來扮陳啟泰 百萬富翁就厲害了 是不是 你會不會模仿別人陳啟泰出來做綜藝節目 沒有 就是當年ATV最厲害 都不夠今天ViuTV厲害 人家ViuTV今天的人是比你厲害 所以你在劇裡面就陰陰陰陰陰做這些事情 弄個什麼沖頭出來 又說什麼沖頭不紅天理難容 又弄些什麼瘋狂女粉絲 中女粉絲 弄些情節出來拍射別人的偶像 整件事就很老套了 那你真的不得不應嘲 那別人的人氣是高到 連你自己說自己是大台 都要抽回別人的水 這些其實變相幫人宣傳 但是我看不過眼就是一樣東西 你宣傳就宣傳 老套就老套 你聯繫媒體說到 今次的模仿是一面倒唱好 我覺得不是 是啊 我自己看到就覺得老蜜桃